Hello 歡迎再次來到HKTurtor.com 我是阿榮 今天我們會做一個短一點的Tutorial 會講一下在AI 我們可以怎樣做影 正常我們在AI做影 我們就會用Drop Shadow 或者Dubicate Layer的方法 今天都會和大家示範 另外還會再示範 我現在做的這一款影 都是在AI做出來的 不需要經過Photoshop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首先由第一款開始 那就隨便打個字 HKTurtor 今天就不用開到新的Document 做影我們可以第一款 例如我們在Effect下面 Styleize 選擇Drop Shadow 這款是最一般會用的 有幾個選擇 不可以像Photoshop 調整硬邊的程度 所以都頗不方便 所以有些人就不用Drop Shadow 我們先刪除Drop Shadow 有些人就喜歡Dubicate一層 做法就是這樣 首先Copy一層 好 接著就開始 Effect Effect Burr Glassian Burr 加個Burr 你要的Object 例如是5 point 加個5 point的Burr 轉回它做Multipy 接著我們先Paste 我們原本的Object上去 或者再動一點 這樣你就自由度大一點 隨時就可以選擇下面的Object 10 point 就一次是 就可以再蒙一點 或者是影子來到很遠 都可以 或者再把影子放大縮小 也可以做到一些不同的效果 這個方法也挺多人用的 但是這兩個方法也太普通了 我們今天介紹一個更厲害的方法 也就是大家現在看到我示範了出來 這個作品的這一款影 那它就 它的特別就是 我們可以隨時 改變 那個斜度的 也都可以隨時改變 拉出來幾長 所有東西都可以Edit 那我就來了 首先 就 今天不開新Document了 打一隻新的字 例如是HK2Tor 或者是你要的字 或者是其他Object都可以的 那首先就 Copy一個字先 Cmd C 或者Ctrl C 如果在Window 接著我們要Create Outline Cmd Shift O 或者是Ctrl Shift O 接著我們要Ungroup Cmd Shift G 或者是Ctrl Shift G Ungroup了之後 我們先拔掉一些不要的東西 這個字 搬掉 鎖掉 好不要妨礙我們 好了 我們現在就有 將這隻字獨立爆開了 接著我們 選擇 選擇 選擇一隻字 選擇所有 剛才BREAK開了的字 Dublic一個出來 歪一點 再放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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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Fill白色 上面這一套 黑色的 就Fill大約是40%黑的 接下來 我們就開始做個影 每一組 每一組 頭一個H 接著去Object 下面 有一個叫做Band Band 下面 我們去Make Make一個Band 這樣它就會變成一個這樣的效果 如果你看到的效果不是這樣的 就去Object Band 有一個叫做Band option 把它設定為Smooth Color 我們按OK 記得用第一個 Orientation用第一個 不要用第二個 用第一個 然後 逐個選擇 記得要一組一組選擇 不然就會有ERROR 一邊按下去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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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接著 還有一點點要做 因為O字在最面 就要 逐個逐個排名 就要在這位置 除了O字之後 可以試一個其他的 排去 開始 把它設定 接著 不試一個Shift 它設定 不試一個U 又背去 OK 那就會 全部排回去 然後 還要做一件事 現在 都可以先試 因為兩種效果 都是喜愛 做完這個之後 我們只要 它的Transparency 這個Panel 把它使用Normal 轉為Multipy 這樣就會得到 一款這樣的影 但跟我做的有點不同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我們要選擇下面的這一部分 去到Object 把Bang 去Bang這裡 下面有叫做Reverse Front to Back 一早選擇都可以 Object Reverse Front to Back 每一組都是這樣做 其實就應該可以整組一起做 不過就 最好就逐個逐個選擇 問題就少些 好了 然後記得我們剛才Copy了一件東西的 我們現在Paste回去前面 Cmd F或者Ctrl F 這樣就可以做到 好像我下面這個 那樣的影 但是我就 你可以用A 按 用白箭咀 選擇下面這些群 下面這一排 好 多少選擇了 然後就可以周圍移動 例如做回我剛才的效果 你可以慢慢移動 拉正位置 甚至乎你可以狂野一點 周邊 旁邊都不同 或者是 再按下 選擇下面這一群 按個V 就可以選擇 它的尺寸 例如做一個 將它縮過來的影 或者可以Undo 再更靚仔一點 好了 大約是這樣 現在就不夠真 所以我們就要 選擇下面這一群 記得如果你看到 選擇全部東西的時候 多一條線在底 就是我們選擇了一個 方式 按選擇 就是要下面這一群 剛才我們做過Bang 的這群 Effect 我們再加個Burr 那Burr就隨意 我覺得5Point就OK了 那就接近完成了 但是現在就有些位 不夠靚仔 因為這個影 我們就需要 在面頭這一層 再加一個Drop Shadow 先看一個Preview 我們打斜了少少 那就兩個Pixel 兩個Pixel 兩個Pixel Furr是五個Point 那這個就 自己可以決定一下 其實就搞定了 那上面的Object 是怎樣呢 就跟回你自己 需要做的Object 那我就做了 白色的字 再加了一些Highlight 我們的Tutorial 就已經完成了 今天這個是相當快 一樣 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在我們網站留言給我們 或者去我們Facebook 告訴我們 也都可以的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 OK 拜拜